相对于神秀,慧能则以一手简洁而充满洞察力的际遇,直接指向了心性本身。 揭示了他对佛法本质的深刻理解与亲身体物,慧能的际遇。 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不仅是对佛性的直观展现,更是对心灵自由与解脱的高度概括。 显示了他超越形式,直达内心的智慧。 正是这份对佛法深邃理解的展现,最终使会能得到了无祖弘人的高度认可。 从而确立了他作为禅宗六祖的地位,这一选择不仅是对佛能个人修行成就的肯定, 更是对禅宗传承中重视明心见义性,见习成佛理念的强调。